女孩第一次租房就遇到了奇葩的事 她想跟邻居打个招呼 可对方就跟没听见似的 二话没说就从女孩的身边走了过去 起初她还以为对方有事比较着急 因此便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 女孩交房租的同时想送给房东一些特产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对方收了东西后不但没有一句感谢 甚至下一秒就用力地关上了房门 女孩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 可出来乍到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等到了凌晨的两点半 女孩由于加班还没有休息 不料就在这时 屋里却响起了一阵咯吱的声音 她赶紧起身想要查找声音的来源 结果却发现那动静正是隔壁传来的 女孩不知道对方这么晚了还在干什么 可爱与邻居之间的关系 她也只能选择了姻缘 等到了第二天一早 女孩就将昨晚遇到的怪事告诉了闺蜜 闺蜜劝她赶紧搬走 可女孩却觉得那里租金足够便宜 因此便有些舍不得 见说不动女孩 闺蜜便表示今晚下班后会去陪她一晚 女孩简直开心坏了 于是当天下班后 她早早就赶回了屋里 不曾想刚到楼上 她就发现房东正站在邻居的门前 并且嘴里还吃着自己送的红薯 她想要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可房东却跟没听见似的 理都没理就转身下楼去了 女孩感到一阵纳闷 结果等她仔细一看 昨天还好好的邻居 门口居然都被贴满了封条 并且底下似乎还有一些带写的手掌印 等到了晚上 女孩像往常一样正在加班 可这时那阵奇怪的歌之声居然又响了起来 她害怕的赶紧拨通了闺蜜的电话 然而对方才刚下班没多久 还得要半小时才能赶过来 没办法 她只能留在屋里继续等待 没过一会儿 时间就来到了半夜的十二点钟 女孩因为太累不小心睡了过去 不曾想就在这时 桌子上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好在等女孩翻开一看 原来是闺蜜打来的 她正准备起身去迎接 可与此同时闺蜜却叫住了她 原来闺蜜发现在女孩的楼梯上 似乎有一个女人正在往上面爬 然而等女孩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迟了 她被吓得赶紧躲进了屋里 可此时外面的女人 也刚好爬到了她的门口 结果吓一秒 女孩被吓得够呛 可此时敲门声却一直都没有停过 她不知道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不料就在这时 原来进来的是自己的闺蜜 看见救命到草终于来了 女孩二话没说就抱住了闺蜜 没过一会儿 等女孩平静下来后 闺蜜便劝她今晚先搬过去跟自己住 女孩同意了闺蜜的建议 但走之前她还有个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带上爸妈寄来的特产 不曾想救在她收拾东西的途中 身后的闺蜜 居然变成了刚刚的那个女人 等到了第二天一早 女孩的房间也被贴满了封条 可房东对这一状况似乎并不吃惊 只见她像往常一样准备下楼返回自己的房间 结果刚等她打开门 惯事却发生了 惯事却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